今天呢咱们来修一台工放 这是一个超市里面送过来的 它是用这个工放呢放背景音乐的 首先它说的问题呢是 唱用盘后呢 喇叭没有任何声音 然后呢看一下这个控制面板 显示啊都是一切正常的 但是呢就是没有声音 这个音量呢我已经把它调到最大了 还是一样 没有半点的声音 现在呢咱们给它来修一下 它的风扇是转动的 然后呢感觉呢它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就是没有声音 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啊 先找一条就这样的一分二的音频线 然后把这个红白两头呢 我们给它先插在后面 来测试一下 连接手机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它有没有声音 然后呢把这个线的这一头 我们看 把这一头插在手机上面 先拔掉上面的右盘 然后再连接手机 连接好呢 连接好以后啊放过去 我们听 现在这个喇叭有声音了是吧 我们放上声音 声音是正常的 从这就可以大概来判断出这个功放啊 后级部分没有问题 它的个问题呢有可能啊 是前面这个节毛板坏掉了 我们现在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 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它的问题 拆开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内部做工还很不错的 两个大边安器 一个功放板 然后前面这点呢 是它的调音部分 就是调音板 然后这边这个小板啊 就是它的数字节码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音频节码板 上面它有两组线 这组黑线呢 是它的12V的供电 然后这组线呢 就是它的音频输出线 它把这个音频呢 信号输出到这个控制板上面 然后呢功放就有声音了 我们来判断这块数码板 有到底有没有问题的情况呢 最准确的方法呢 就是分为两种啊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呢我们检测的时候 可以啊把这条线 音频线这条给它先拔掉 拔掉之后呢 然后啊 还是需要用到一条 就这样的线 一分为二的音频线 用它来判断一下 看一下这个功放 后级这部分有没有问题 如果它没有问题的条线 那就说明就是这个 解码板坏掉了 首先呢 这个插头上面是三条线 它们是两组啊 就相当于就是左右声道 我们先随便啊 就是红白呢 随便拆一条线 给它先拔出来 然后呢 再拔出一条 中间这个黑色的线 然后呢 还是一样啊 把这条线插在手机上面 把音乐先播放开 OK打开之后呢 然后呢 把这两条线 把这两条线 分别用 任意用一条都可以啊 然后这样来对一下 看一下这个喇叭有没有声音 如果有声音 就说明啊 我们听 有声音是吧 有声音呢 就说明这个功放是没有问题的 它这问题呢 就是出现在这个鸡毛板上面 判断它的好坏呢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啊 就是可以啊 就是先把它插上右盘 然后开机 然后再找一条 就是一个手机的耳机 或者是电脑的耳机都行 然后呢 把这个源头给它拆掉 拨出内部的线头 就是两条线 拨好以后呢 分别把这两条线 把它接在这个插头上面 要中间接一条 边上接一条 来听一下 这个耳机上面有没有声音 如果有声音 就说明它没有坏 如果没有声音 就说明 的确就是这个睫毛板坏掉了 买个这样的板 也非常便宜啊 也就十来块钱一个 更换的时候呢 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 就是把这个插头 先给它拔掉 然后呢 单独的这条线呢 是收音机的天线 先给它焊下来 然后呢 更换一个新的 这样的睫毛板就可以了 就两条线 往上面一插就可以 红色的这个是插 电源线 然后把这个音频这条线 给它再插上 最后呢 把收音机的这条线 给它焊上就可以 然后呢 插上右盘 测试一下 听一下声音正常不正常 没问题以后呢 到最后啊 给它再装上就可以了 好吗 好吗 好吗